我记得自从我家里的Astro被cut掉之后呢 我已经很少使用电视机来观看电视节目了 而且我相信现代人也很少会使用传统的方法去观看电视节目了 在以前我们家里需要安装那些天线或者Astro的卫星接收器等等的东西呢 你才可以看到电视节目 但是自从Smart TV的出现呢 我们可以用电视机来看YouTube、Netflix 甚至到一些电影网站看电影啊 但是想要找到一些好的电影、好的网站呢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的产品就是TVbox电视盒 你好我是明 其实我认识TVbox电视盒这种产品的时间呢 并不长啊 大约三到四年 我也很少去关注这类型的产品啊 毕竟我平时都是上网追剧的 不过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认识TVbox电视盒 那么它是来自EVPEX的5X啊 它究竟可以怎样改变你的生活体验呢? 先订阅关注我啊 我的频道都会分享一些科技内容啊 你们也可以去关注我的TVbox电视盒 我是这样一个新内容的 我觉得就低了一点点啊 不过呢小巧的体积摆在电视盒旁呢 是毫无存在感的 再来正前方呢就是有一个显示信息的屏幕啊 在开启之后呢都是在显示这个时间啊 在右侧呢可以看到一些洞洞的上轮口 在后方呢就是有IO接口的部分啊 在最左侧呢提供了DC电源口 IR接口 网口 HDMI和AV接口 那么在电视盒的左侧呢还有接口哦 分别就是USB-A2.0、USB-A3.0 还有一个TF卡口啊 所以看上去基本都把我位置用尽了 该给的接口呢都有提供 非常不错 在硬件规格上来说呢 它是搭载ORWINER的H616 是一个四核心的处理器啊 RAM提供了2GB的DDR3 和32GB ROM的储存 那么这款EVPAC呢能够支援蛮多东西的 其中一个蛮大的特点呢就是支援6K的解码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能够找到支援6K的电影呢 加上你拥有6K的显示器 那么你就能够通过EVPAC 5X播放6K的视频啊 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啊 但是我相信这个条件呢 大部分人都无法拥有啊 还有在声音的部分呢 可以支援Dobby和DTS 它是有蓝牙5.0 WiFi也支援了2.4GHz和5.8GHz 那么在安装这个电视盒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麻烦啊 但是其实整个过程呢是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连接电源线 再用HDMI连接你的显示器或者电视机呢就可以了 当然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它的遥控器啊是还未连接的 我们就需要用滑鼠来连接进行操作 遥控器呢连接上蓝牙之后呢 它也可以支援语音操控啊 你可以告诉他你想要看什么电影 打开什么软件啊 不过呢这里也需要在它的语音设置当中呢 调整一些默认操作 它才可以知道你是要在哪里看电影 是Netflix YouTube 还是金星啊 说到金星呢 就是它的一个独家看电影的软件来的 那么金星的主要是有分为三种啊 金星点播 金星直播 和金星重播 点播主要就是用来看电影连续局 那么呢你就不需要担心它的资源不足啊 大部分的国家的电影呢都有的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影啊 你都能够找得到 基本呢平时你有在电影看过的 它都会有啊 如果是每日更新看港局呢 它也是没有问题啊 我之前也是用它来看过 有游戏啊都是ok的 那么在一些电影呢 它也有支援蓝光 4K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音轨 和不同的字幕 在金星直播呢 主要就是用来看电视的直播台啊 像是香港的翡翠台 马来西亚的欢喜台 甚至隔壁新加坡 泰国 亚洲 欧美国家的电视台 都是有的 不过呢我发现呢 有一些电视台呢是敬请期待的 我想看的卡通CN Network呢就是没有 不过呢大部分平时家里老人需要看的 它都有啊 在金星重播呢 就能够重看回金星直播的节目啊 你就不必担心呢 自己错过节目无法回放 那么呢它最远呢 好像是可以回放回一个星期前的节目 在系统方面呢它是基于Android 10的EV6.0啊 你会发现呢有些设置界面呢就和我们的手机相同类似啊 所以呢不用担心操作起来非常难啊 那么我们说一说它的主页啊 它主页的界面呢非常简单 所以需要用它的东西呢都是一目了然的 在主页呢其实它是可以设定六个快捷键来打开软件的 这里呢我就放了金星 YouTube Netflix和Google Chrome 这里需要提醒你们的就是呢 金星是需要在Chrome通过它提供的链接来进行下载的 其余的呢你都可以到Play Store去下载 它页面操作起来呢虽然是都说不上非常快啊 但是整体呢都非常流畅 没有出现过卡顿 在加载电影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多亏我家的网络速度 真的不慢而是非常慢 不过呢我在网线好的情况下呢基本都非常的流畅 你要快转画面呢也是非常的快 那么熊塔提供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呢基本非常简单 连三岁小孩子呢都会啊 在语音识别方面呢我觉得还算OK啊 它所识别的语言呢你可以到设置去进行调整的 但是呢它对我的识别准确度呢偶尔会翻车啊 这可能是我发音的问题吧 打开YouTube 我要干鱿鱼游戏 总结 总结来说呢这款EVPEG 5X的电视盒呢熊起来 操作起来呢基本都非常容易上手的 那么这个电视盒买回来呢你是不需要去担心 它没有东西给你看啊 它算是有不错的资源无论是电影呢还是电视台 你一天二十小时都可以享用的 那么我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有些电视台的音量呢 莫名的小声啊 我看完我的电视台是我要空气的音量呢 依然是不能够有正常的音量 那么它的官方售价呢是马币五百六十九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这我想要提到的就是它是有客服的服务的 所以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呢遇到什么困难啊 都可以去烦它的 OK? 影片点满足接点赞分享 订阅我频道关注更多科技内容 这个是我的IG 可以去关注哦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 bwd6 by bwd6